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因應跟進 只是根據了解 中油內部還一度因為 來不及作業 凌晨零時 油價都還來不及調整 記者早上六點實際點開 中油官網網頁 目前也已跟進 汽柴油調降價格 政院這次出手是繼去年 十二月一號以來三個月內 第二次油價因為貨物稅調降而大降 實際也讓民眾年後 荷包能稍微喘口氣